尼斯怪号帆船于布袋游艇刚刚嘴处搁浅 记者谢恩的翻射分享 海巡署中部地区巡防局第五巡防区 昨天接获布袋中安线索回报 尼斯怪号帆船于布袋游艇刚刚嘴处搁浅 船上共计6人 三男三女受控动弹不得 第五巡防区调派第13海巡队 海巡艇救援车救生艇 令协调嘉义县救生救难协会及当地友好渔民共同协力救援 救援队出港抵达搁浅海域后 尝试拖带尼斯怪号脱困 应当时位最低潮 水位较低 尼斯怪号无法顺利脱困 只能先将帆船上人员接驳上岸 船主则想独自在船上等待涨潮时入港 但海巡人员担心危险 海巡艇仍持续于该海域介护 下午近4点水位烧涨 尼斯怪号在海巡艇介护下 顺利返回布带游艇港 尼斯怪号翻船搁浅了 海巡安排联合救援 记者谢恩的翻射分享 当时船上共计6人 三男三女受困 记者谢恩的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